那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奖项 我们要颁发的荣誉会花落谁家 先看大屏幕 是他教科书版精彩演技的集中体现 从变形金刚四到剧至沙 他用超凡精湛的表现力 和创进入的全球票房成绩 成为好莱坞耀眼的中国力量 他是微博十年影响力演员李冰冰 之路他是五段开拓自我更新迭代的全能icon 音乐是他最具魅力的底色 他始终坚持态度表达和价值输出的作品 年创新专辑哇先锋颠覆 并融入哲学思考和社会关爱 引发业内盛赞连续 专辑销量冠军 连续十五年跨年压轴大秀 他以全面的实力 强大的创造力 极致的艺术呈现 树立华语流行音乐标杆 推动中国音乐产业的变革与发展 他是微博十年影响力音乐人李宇春 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 荣誉获得者李宾宾李宇春上台 有请二位 有请二位 同时有请新浪董事长兼CEO 微博董事长曹国伟先生登台 有请曹总为他们颁发荣誉 三位一起合影 好 谢谢曹总 可以台下落坐休息 谢谢 哇 两位都是我们微博的老朋友了 我们先来跟冰冰聊聊吧 今天这个荣誉的沉甸点 因为她这个授予的是你这十年的努力 所以有什么话要跟我们微博的网友们说吗 对 已经是微博的老朋友了 非常开心今天来到微博之夜 也特别感谢微博之夜给我这样一份肯定 那与微博一起彼此见证 也见证了我这十年的成长与收获 我其实特别喜欢一句话 以微博之力让世界更美 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 我希望在未来的十年里 自己可以继续努力 也在这里祝微博 下一个十年更好 谢谢 谢谢冰冰 我们在一起 我们一起走过一个充满爱 有更多公益的2020年 那接下这个问题是要问春春的 我想所有喜欢春春的朋友都知道 2020年对于春春来说意义非凡 因为是她出道15周年 而且听说一个好消息 2020年春春要为出道15年 送上一个最好的礼物就是 新一轮的巡回演唱会 期待吗 每一年的演唱会 每一场都会有特别多新鲜的表达 视觉音乐的完美结合 很多精彩瞬间 现在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的微博之间 为大家透露一下 2020年的演唱会 有哪些亮点 有我啊 就是现在还是在那个筹备 就是新的这一年的 新的这一轮巡回演唱会 所以到今年发行这张蛙 刚好是第十周年 所以对我来讲 我觉得是 也是我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十年 我的成长的十年 很开心跟微博一起来 会在微博上送门票吗 会 抽奖 好不好 太好了 太棒了 我们要去啊 好的 谢谢 陪伴我们走过十年的微博 要给微博一个郑重的承诺 就是下一个十年 我们会依然携手陪你走过 希望下一个十年 更加精彩 谢谢冰冰 谢谢宇春 谢谢 谢谢两位